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毒 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吃卤味 作为一种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 很多人都有自己所钟爱的卤味品牌 或者是店铺 在看球 刷具 或者是吃正餐的时候 多少来一点 在五花八门的各种卤味品牌当中 我猜你大概率是吃过 周黑鸭 绝味 或者是黄上皇 这三家中的其中一家 他们也凭借着门店数量和品牌影响力 成为了卤味行业的代表 不过前段时间 这三家卤味的利润都出现了暴跌 周黑鸭甚至下滑超过了90% 那么除了疫情的直接影响之外 卤味儿行业整体正在面临哪些挑战 周黑鸭为什么又会被伤得格外严重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芒果超煤的业绩出现了五年来首次负增长 2月27号 芒果超煤公布了2022年度业绩快报 去年公司的总营收下降了10% 其中公司的核心业务芒果TV的广告业务 同比下降了接近三分之一 在这次营收下滑之前 芒果超煤曾经实现过连续四年的业绩增长 界面新闻指出 综艺招商一直是芒果TV的重要收入来源 但是去年的综艺市场招商乏力 甚至很多节目没有任何的广告赞助 除此之外 品玩也表示 芒果TV拥有大量国外综艺改编版权 比如密室大逃脱等等 但是单纯的依靠综艺 有审美疲劳的风险 去年三季度 芒果TV仅仅上线了一部重磅综艺 主打怀旧的策略 也并不能够再达到预期效果 营收下滑 芒果也试图尝试其他的发展路径 比如说调整微短剧策略 聚焦悬疑和填宠两大类型 扶持小盲电商 策划电商职场综艺等等 不过界面的观点认为 电商与微短剧都还处于发展早期 收入有限 要想要在短期之内实现盈利 还是要创造新IP 激活老综艺创造下一个爆款 腾讯布局ChatGPT成立大模型项目组 混元助手 根据36克2月27号的报道 腾讯成立混元助手项目组 想要推出和ChatGPT类似的 对话式AI产品 这个项目组将会联合腾讯内部的 微信和护语等等多个团队 构建大参数语言模型 以完善腾讯智能助手工具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张正友 是腾讯首位17级杰出科学家 也是腾讯RoboticsX实验室 以及腾讯AI Lab的负责人 腾讯在2016年成立了AI Lab 阿里在2017年成立达摩院 在上一轮AI技术热潮里 商业化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难题 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 行业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低潮 不少AI科学家回流学界 或者是回到创业圈当中 腾讯AI Lab的原主任张同 在2019年离职之后 出任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 同时也任职创新工厂科研合伙人 当ChatGBT引起了全球热议之后 无论是人才还是资本 都迅速将目光重新放到AI行业之中 现如今 争夺这些顶尖的AI人才 也是大厂和创业公司 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马斯克重新夺回全球首富的宝座 招团队准备开发ChatGBT的竞品 随着2月27号美股交易时间的结束 特斯拉的股价已经从1月的低点翻倍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马斯克的身价再度达到了1871亿美元 反超了法国奢侈品巨头LVMH的掌门人 贝尔纳·阿尔诺 再次成为世界第一 去年由于马斯克收购Twitter 以及科技行业整体低迷 特斯拉股价大幅下跌接近70% 马斯克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财富蒸发 超过2000亿美元的富豪 尽管马斯克重新夺回首富之位 但是公司整体遭受的重创 还是使得其个人的财富 比巅峰时期损失接近1500亿美元 除了重新成为全球首富 根据The Information的消息 马斯克最近几周在接触人工智能研究人员 尝试招募最近离开DeepMy人工智能部门的人才 希望成立一个新的研究实验室 开发ChatGBT的替代品 马斯克本人也曾经在2015年和他人 共同创立了OpenAI之后 他也与这家机构断绝了联系 诺基亚60年首次更新logo重塑品牌形象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 诺基亚26号 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推出了新的logo 宣布了接近60年来首次改变品牌形象的计划 他们的新logo由5种不同的形状组成 构成Nokia一词 他们的标志性蓝色也被替换成了一系列新的颜色 诺基亚的CEO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 旧logo和智能手机有关 但是现在我们是一家商业技术公司 当然需要全新的logo 诺基亚这家公司成立于1865年 1997年击败摩托罗拉登顶全球手机销售第一 2000年它的市值已经接近2500亿美元 但是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 诺基亚逐渐丧失了优势 2011年丢掉了全球手机销量第一的位置 2014年4月25号 诺基亚宣布完成向微软出售设备和服务业务 之后诺基亚把进入电信设备市场 定位为它的主要方向 目前依靠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专利许可等等业务保持着还不错的营收 财报数据显示 2021年诺基亚的销售额超过了200亿欧元 相当于1472亿人民币 其中电信设备就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八成份额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一起来聊聊 鲁味三巨头为什么会集体失速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2月13号 周黑鸭发布公告表示 预计去年的净利润将会不少于2000万元 同比下滑94% 随后 啃不起鸭脖这样的话题 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的讨论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分析 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许多品牌都在调整价格 但是周黑鸭最近却并没有明显的涨价 甚至近两年的客单价还有所下滑 看员证券整理的数据显示 2018年是周黑鸭客单价的高峰 每张订单的平均消费都在63块钱左右 2020年这个数字是61块 2021年未经证实的客单价数据大约是57块 当然在过去两年愿意花50块钱以上的价格 买鸭或吃的消费者客观上也是在减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以鸭子为主的鲁味品牌 爵味和黄上皇的净利润 也都出现了70%左右的下跌 来自武汉的周黑鸭 长沙的爵味和江西的黄上皇 被称为鲁味三巨头 他们去年利润的集体暴跌 也引发了许多人对这个行业发展情况的好奇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鲁味生意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千亿级规模的大产业 美团发布的2022鲁味品类发展报告显示 从2018年到2021年鲁味行业年复合增长率是12% 去年中国鲁制品行业规模超过了3600亿元 不过根据第一财经的数据 国内鲁味市场体量的增速已经在放缓了 另外鲁味行业三家所谓巨头的市场份额也并没有很高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2020年绝位 周黑鸭和黄上皇的市场占有率加起来也只有16% 现在市场上相关产品的门类和各种可消费的场景也非常多元化 除了三巨头以零售模式为主保质期较短的冷卤之外 还有主打餐饮化模式的热卤 以及以线上零售为主主打保质期长长温的卤味零食 另外卤味的原料也从鸭子拓展到了海鲜肥肠等等品类 去年以紫燕百味鸡为主打的紫燕食品也成功上市了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样的新兴卤味品牌正在迅速填补三巨头还没有触及到的消费场景 同时瓜分他们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 卤味制作本身的门槛比较低 很多地区甚至是社区就有口碑还不错的小卤味店 还有一些消费者出于对于食品安全的考虑 减少购买次数或者是干脆选择自己做 一些预制菜也成为了替代的选择 三巨头们本来所拥有的优势就是鸭脖这样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更新 于是在新兴品牌的夹击之下 他们也就更快地触碰到了自己的天花板 另一个行业集体面对的问题就是原料价格的上涨 对于原材料以鸭子为主的企业 鸭的价格能够占到成本的70%到80% 而且鸭和其他的一些禽类一样都存在价格的周期 根据北京商报的报道 去年初鸭苗的报价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涨幅达到250% 而这个价格飞涨的幅度已经达到了超强压周期的水平 因为疫情前白鸭刚刚经历了两年上涨行情 行业内大规模扩产导致2020年产量过剩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鸭苗和大鸭的价格在过去三年持续下跌 导致不少的养殖企业倒闭 白鸭产能也降到了三年前的一半 随着防控措施的调整 消费逐渐复苏 鸭苗和鸭产品开始供布应求 根据晚点的分析 机构预计白鸭肉鸭的价格高位 将会持续半年到一年 这也就意味着 去年困扰着鸭味企业的涨价问题 至少还会在今年继续支配着产品的价格 虽然新兴品牌和鸭肉价格 给鸭味三巨头带来了冲击 但是周黑鸭似乎被伤得格外严重 2016年周黑鸭作为鸭脖第一股 在香港上市 而且凭借着高毛利率 成为了三家当中最能赚钱的企业 在89年前 周黑鸭也有过一段 所谓的需要带排队的网红日子 周黑鸭的创始人表示 品牌享有优质的消费者认知 甚至被称作是鸭脖界的爱马仕 虽然把鸭脖和爱马仕放在一起 感觉多少让人有一些费解 但是高端化确实是周黑鸭最大的特色之一 也是他盈利的主要手段 那么所谓鸭脖界的爱马仕 现在为什么就不香了呢 原因之一 高端的所先包装变为累赘 高端化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它的包装 在周黑鸭刚刚起步的时候 很多散卖的卤味食品卫生 并不达标 而周黑鸭瞄准了消费者 对于食品安全的考量 凭借着所谓气条所先包装 快速打开了市场 这种包装方式 就是将包装盒内的空气 抽真空 然后冲入一定比例的氮气氧气 以及二氧化碳等等混合气体 对新鲜食品进行一个所先的功效 这比在露天卖的食品 看上去更加的新鲜正规 而且也更加干净 保鲜时间当然也就更长 但是随着散装的卤味产品 做得越来越好 同行们也都开始 大规模地使用所先技术 靠包装实现的高端化和竞争力 当然也就变弱了 不仅如此 所先包装还在两个方面成为了累赘 首先由于产品提前被密封 所以消费者必须按核来购买特定的数量 特定品类的产品 客观上就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 比如说你只想吃10块钱的鸭脖 10块钱的翅肩 你就很难在周黑鸭得到满足 其次 所先包装也是周黑鸭提高毛利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根据远川研究所的分析 所先装能够帮助周黑鸭把鸭脖卖到70块一斤 单斤价格已经是绝位的三倍 不过在产品常常卖不出去的疫情期间 所先装的成本反过来就加大了损耗 原因之二 选址策略加大了租金压力 一般来说 所先装比较卫生的优点 还是可以帮助周黑鸭满足商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 帮助他租到位置更好的店铺 周黑鸭有7成左右的门店 其中分布在一二线城市 而且大多在高铁机场以及高端的商场里 当周黑鸭有接近三成的门店开在商场的时候 爵位只有一成 在疫情之前 周黑鸭相比开在街边的爵位和黄上皇 可以在大客流地点的帮助下 实现更高的利润率 不过在疫情期间 这些地点的客流量不仅骤减 而且往往需要遵守非常严格的风控管理 甚至没有街边店送外卖的灵活度 供货有难度 费用还在急速上涨 租金的压力又没有减少 而且周黑鸭直营的模式 让门店几乎没有其他的自救能力 原因之三 门店密度小措施消费者 在包装和选址策略上的高端之外 坚持直营是周黑鸭另一个特点 根据创业帮杂志的报道 周黑鸭曾经在2006年 短暂尝试过加盟模式 但是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而草草收场 这也坚定了他们之后 继续走直营模式的决心 当然直营的优势是显著的 不需要和加盟商分成 能够赚取每个环节的利润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保证每家店的质量 不过直营的弊端也很明显 资本开支大 开店速度慢 运营成本高 这也让周黑鸭的门店规模 落后于爵位和皇上皇 门店密度低于鲁味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鲁味的购买大多都是属于冲动性 对味道的追求可能没有那么严格 而且鲁味品牌的忠诚度相对比较低 可替代性也很强 如果说在想吃鲁味的时候 路边或者是外卖软件上有一家店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促成消费行为 因此门店密度比较低的周黑鸭 就很容易测试消费者 而且爵位等等品牌快速扩张 已经占领了不少地区 其实在过去几年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周黑鸭 已经开始了调整 不过周黑鸭一开始走的是 特许经营的路子 根据深人的采访 特许经营门店相比加盟 公司要付出更多的管理成本 门店越多的话 管理成本越高 然而门店密度变高 单店销量又会相对变低 这也让一开始的效果并不理想 2021年周黑鸭降低加盟费 开始加速扩张 然而这一项改变 又和风控严重的2022年 撞了个满怀 那聊到这儿 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看好卤味三巨头 在未来的发展吗 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最喜欢购买什么样的零食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在周五一早再见了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 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 和微博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